我們與隔壁西華富邦的距離 就差一棟樓而已 哈囉大家好我是萊恩 今天我們入住的是台北萬豪酒店 台北萬豪酒店可以說是在大直來講的話 最指標性的一間飯店其中之一 那鄰近的呢有大直英迪格跟美孚飯店 所以呢他算是在大直裡面的三本柱其中之一 那這一層樓呢其實都算是行政的樓層 那房間大小呢 基本上都差不多除非啊像是這種17331717 或者是邊間的這種17051729 這次我們訂的是這個萬豪的樂淘淘3999的方案 那裡面呢會有三張500塊的這個券 那他可以啊在那個萬豪的外帶櫃台啊 就是訂那個外帶餐 對不對 那所以啊我們在前一天的時候就先預訂好了 那我們這兩餐呢 買了什麼東西你們可以稍後再看一下 那我們先接到房間吧 衣櫃呢打開來 就跟一般其他飯店的衣櫃呢沒有太大的差異 差異呢可能就是在這個拖鞋 他是旺好的 有沒有很明顯 他的材質比較厚 對然後是有點像毛巾布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穿起來比較舒服 嗯 那我們先看啊浴室的部分 那左邊呢這邊就是浴缸 那這個浴缸啊雖然感覺蠻長蠻深的 但是啊他兩側啊沒有做那個扶手的部分 所以他起身的時候啊你只能抓這個旁邊 那下去的時候啊跟起來啊主要都是這一根那去做輔助 他兩側雖然沒有做就是扶手的部分啊但是他這個浴缸的材質啊 是有一點點基本的防滑但是遇到水啊多少還是會有滑的成分在啊 所以這個飯店考量我們就不多做其他評論 他這個麵盆呢應該是蠻大的牌子啊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設計來講的話有點缺陷 當我洗手有沒有這樣很容易 有沒有四處漸 對他如果再做深一點的話他那個水啊 應該是不至於會漸出來的 所以你會看到旁邊那個大理石的檯面啊 會漸出蠻多水的這樣 那這一點呢我覺得防霧啊可能就會在清的時候比較麻煩 然後二來呢是 有一些可能潔癖的人啊在刷完牙之後啊 或者是洗完的時候會覺得哇旁邊都撒出水來 會有點阿澡的感覺啦 那這一側呢主要啊就是 衛浴設備然後跟這種洗澡的淋浴間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馬桶的話他就是Panasonic的 免製馬桶 那這個啊算是用五星飯店來講的話 蠻基本的一個配備之一 但是他有一個小缺點就是有沒有 我先把這個拿開 他這個門啊做的有一點太剛好了有沒有 會讓你覺得好像 比較窄一點點 對 後面雖然這種門當 對啊 但是就是說因為 這個 垃圾桶在這邊 所以會先卡到垃圾桶 才能放門當 對不對 這個淋浴間呢我覺得就算蠻不錯的 因為他旁邊呢有一個 擋水的 的這個邊條 那同時呢 他這個中間呢有接縫的地方 所以會讓那個水啊 不會就是積在同一個地方會流到就是比較低挖處 那上方呢他有一個花灑這個是我還蠻喜歡的設計 那周邊呢他是以這種食材啊 去打造的所以會讓你覺得還蠻舒服的同時呢 他有一個這種 呃台階地方啊可以讓你稍微坐著 對於啊可能你想要坐著啊 沖澡的人來講啊或者是不是那麼方便的人啊 這是一個好處 這裡呢就是迷你把 那他有附的熱水壺啊 還有我們要求的這個奶瓶消毒鍋 那下面呢 這裡啊冰箱 他裡面啊 是空空如也但是啊 呃我們昨天呢有去酒廊啊有補了一些就是飲料因為現在啊 呃酒廊啊有管制的關係啊雖然在裡面可以內用但是裡面沒有什麼樣的 自助山台東西可以使用 所以大部分啊我們都是把他帶回房間裡面來吃跟喝這樣 他裡面呢還有附這個沒有萬豪的杯子 這真的蠻可愛的 然後酒杯啊然後跟這種 HIGHBO的杯子 這也可以做使用如果你有喝酒的話這是 蠻 蠻常會用到的東西 那這裡面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像衛生紙盒的 我們把他打開來 他有點皮質的這種質感啊 然後裡面呢有這個綠掛式的咖啡 也是三種不同口味 這蠻貼心的 然後啊還有唐寧茶 然後跟這個 不同的茶種 烏龍茶 台灣的茶種 接著啊我們就走進來啊這個空間啊 就是我們寢室 那這一次啊雖然我們是 有押套房券 但是啊在入住前一天他跟我說啊沒有辦法接受這個套房券的申請 所以我們就入住的是一般啊行政樓層的這個 大床房 那他的床啊是King size的 他是兩張的雙人床去併在一起的 所以會比一般的King size要來的更 寬 所以躺起來我們三個啊是非常 OK的 不會就是 踢到對方或者是擠到對方 這一點我覺得是 呃這個床的大小啊很大的一個好處 然後啊他這邊的桌面啊 呃主要辦公區啊是在這一區 那都是以木紋直調啊跟這種 像是系統櫃啊去做安排的這樣 那插座呢主要是在左側這邊 那這一側呢比較屬於像客廳 所以他有電視啊 然後還有 呃一些櫃子啊 有沒有 可以讓你置放東西 像如果你有帶那種像Switch啊 PS5啊 然後你就可以把他放在這裡 然後去把 你的裝備架起來就可以開始打電動了這樣 那電視來講的話他是用Panasonic 是 呃這種液晶電視 那他的size呢我覺得應該是 50到55吋 這種大小 我覺得看起來算是OK 還好他上的不多 Seyna 包尿布的小樂樂 想要抓我的這個相機 現在只差不會走而已 其他的技能都快要解鎖完了 呵呵呵 那這個窗景呢就是他的 一大賣點之一啊 那我們面的是 美麗華 你可以看一下窗外啊 有沒有 那個美麗華 很大一圈耶 那晚上啊他會開燈 看起來就會更美麗 我們會再放一下就是晚上這個景色給大家看 那遠眺呢那邊可以看得到啊山景的部分 就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因為前面呢是這個停車場的關係 那又加上啊我們位在17樓 所以他不會有太多的遮擋 看起來這個景啊是很舒服的 哇一進來就看到了迎賓小食耶 對啊桌上啊這個水果跟甜點呢 是他們贈送的 那旁邊這個呢是 作為旺豪的白金會員啊 他有贈送的這個 迎賓禮三選一 那其中呢 這個是閒時 然後我選的飲料啊是啤酒 那如果你要選1000點點數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了 那因為啊旺豪的1000點點數啊 大概成本呢是230塊台幣 所以啊 光點那樣來講的話 是超出啊這個230塊的價值 所以我才會選啊就是迎賓小食 然後跟這個啤酒 那這個呢就是我訂的晚餐啊 那就是德國豬腳雙人餐 那這邊呢有德國豬腳 那這邊呢是德式香腸 那一些烤的蔬菜啊 烤蒜啊 以及酸菜等等的 那這個沙拉呢看起來是比較簡約一點點 然後還有一個烤洋芋 那這個呢也看起來是比較簡單一些的 那份量呢就是這樣子 是980元 那用的是兩張券 然後可以看一下他這個豬腳呢 那個肉啊烤的真的是還蠻乾的 有沒有 我直接讓起來給大家看 有沒有 感覺很乾吧 沒有什麼油的感覺 這裡也是 有沒有 師傅勒 師傅 之前我們吃那個 萬豪的那個 牛肉漢堡啊 是真的很好吃的 好好吃喔 很juicy 就是漢堡肉可以把它烤這麼juicy 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 師傅呢 乞丐有點高這樣對不對 對 乞丐有點高 哭魯的聲音 你看你看 對它是那種 上司的聲音 我不太知道那個是什麼意思 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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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現在因為在酒廊沒有辦法就是 用自助餐的方式去做供應 所以呢大部分都是用餐盒啊 就是裝一盒一盒 然後拿下來房間吃 或者是在裡面吃啊 也是都可以這樣 但是啊 內容物來講的話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盒呢 是沙拉 是其中一盒 那有起司啊 跟薰牛肉 旁邊呢 是 幾片的生菜葉 那這裡呢是水果盒 那兩片西瓜 然後兩個鳳梨跟 半顆的奇異果 唯一的好處啊就是酒廊的飲料呢 可以外帶下樓 OK你看一下 這兩杯呢 我一個是我裝啊 就是Vaga的雞酒 然後一個呢是裝了 咖啡 那下面拿著汽水啊也是我們從酒廊拿下來的 所以我們去拿早餐 好 現在還是在一樓的早餐廳就是拿早餐這樣 那因為疫情期間的關係 所以只能一袋的拿上來房間裡面吃 它是用那個garden花園餐廳的 那我們就會看一下呢 到底它屍體啊 長什麼樣子 那有氛圍啊 三種的 一種是日式 美式 夢跟台式 然後呢 小朋友啊 12歲以下呢 可以免費使用早餐 這一個呢就是 呃 要帶著 才不然把它多換一份 小朋友早餐的 大廳看起來漂亮 大廳看起來漂亮 在前面 這邊呢就是花園餐廳 garden kitchen 走吧 1724 1724 對 謝謝喔 那這是我們的 1724 對 24 可以讓你核對一下你的餐點是點了一個美式跟一個日式沒錯嗎 呃對 然後 還有一個兒童餐 是 那飲料的話是4杯 好 OK謝謝 沒錯 我們就這樣拿了三大袋的早餐回來 餐廳 飯店感覺很多耶 那這個啊是兒童餐的內容 那主要有可送 然後沙拉 水果 那給的是蘋果汁吧 那這裡呢 他的餐盒啊 我覺得 看起來比我那個 美式還豐富 因為他還有炸雞 有沒有 他一樣要炒菇類 然後跟Omelet 同時要烤蔬菜 你看 哇 這個呢 感覺分量比較少 是美式 這一個呢是兒童餐 怎麼覺得他看起來比較好吃啊 而且感覺真的比較多耶 這個啊是日式的早餐 那他沒有麵包 但是啊他一樣有水果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他有湯品 乳蘿蔔 然後跟這個 半熟蛋 那主菜來講的話 是這個 鮭魚 然後底下呢 有玉子燒 還有一個梅子 旁邊呢 這個是 牛棒 然後還有黑豆 那底下呢 是飯 看起來也蠻豐富的 2 hours later 那這一個啊 是剛才啊 我去一樓外賣櫃啊 拿的這個餐點 這兩款來講的話 是新菜色 一個是 古椒的這個 牛肉 蓋膠飯 那這一個呢 是 麻婆豆腐 蝦仁蓋膠飯 他同時啊 會附 兩樣小菜 一個呢 是木耳 這種涼拌木耳 一個呢 是泡菜 那底下呢 這個拿起來啊 下面是有飯的 OK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啊 這蓋膠飯啊 吃起來怎麼樣 那我先撈這個豆腐 然後跟蝦仁 他那個蝦仁啊 還不錯 不是那一種啊 就是 泡發過的那種蝦仁 他是真的蝦仁 那我們就 來吃一點啊 看他味道怎麼樣 他味道蠻香的 他味道蠻香的 尤其啊他那個花椒的 味道很重 上面啊 辣油啊 是還浮得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 不太喜歡吃 這種泰油的啊 你可能就先避開這一道 不過啊 他的味道真的非常好 那辣味呢 我覺得是 如果你不吃辣的人來講 你會覺得是 有一點辣 但是我可以接受啦 而且他麻味啊 是沒有太麻的 微微辣 然後微微麻 這一款蓋飯 好吃 那接下來呢 我來吃一下這個 古椒牛肉 他的肉類呢 我覺得 給的蠻多的 我本來認為啊 這一道啊 是比較偏鹹的料理 但是搭配起來還蠻 下飯的 然後蠻好吃的 那鹹味來講的話 我覺得 算是適中可接受的 那以3999 這個價格來講啊 你要對照以往 疫情之前的話 真的是 非常划算 非常便宜 尤其呢 他還有送 1500塊的這個 餐飲折底金 那就會覺得 更加划算 那因為我是旺豪 高卡的關係 是白金會員 所以他有含早餐 然後跟含酒郎 可以延遲 4點退房 這一點呢 我覺得也算是 旺豪還蠻佛心的一點 因為這一次啊 我們有很多餐點啊 都是外帶啊 包含酒郎的東西 我們都是外帶 所以你看到桌上啊 早餐啊 一袋又一袋 然後這邊呢 是昨天晚上的 那個豬腳餐啊 然後早餐啊 還有酒郎拿的東西 都是一袋一袋的這種 就是 垃圾啦 那 衍生出來就會有很多 這種比較不環保的東西啊 那這一點來講的話 他們雖然就是 很多細節做得很好 就是 不同的東西啊 跟品項啊 他都有另外一個盒子 讓你裝 但是呢 衍生出來就是會有很多很多的垃圾 大家如果有興趣啊 這個方案啊 可以上網訂一下 那我不知道 他好像在9月底以前啊 都有這個方案 就知道吧 一下子 就像在1個月 那邊 但它很齊我 就像在1個月 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